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 在某一个小班制的班上 仅有十位同学 那座号呢 是一到十号 今天呢 老师要从中抽三个不同的 同学呢 上台报告 如果抽签过程呢 一切公正 也就是大家呢 被抽到的几率是相同的 而且每抽一次签呢 都不放回这个签筒 那请回答下列的问题 第一题是三位同学 被抽到的同学 的这个座号呢 都大于五号的几率是多少 也就是六到十号的几率嘛 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题应该不会 非常难想 原因是因为呢 你全部呢 抽到的这个几率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要 这个事件的几率 是等于是什么 样本空间的数字 分支这个 事件的样本点数嘛 那全部的样本点数是多少 不是就是十乘以九乘以八吗 对不对 第一个有十种可能的人选 第二个被抽出来的同学 剩九个 第三个被抽出来的人 剩八个人选 那这样子抽完了之后呢 如果我现在要做号都是大于五号 那就代表是六到十号 就只剩下五个选择啦 然后四个选择 三个选择 所以这样算下来呢 就是多少 就是七百二十 好 然后呢 分支这个六十 对不对 所以呢 算出来的东西 就会变成是十二分之一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呢 他则是问说 第二位同学的座号 恰巧是第一位同学座号的倍数之几率 哦 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 把它的什么 也是一样啊 这个事件的样本点呢 要把它搞清楚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第一位同学的座号 如果呢 我们写第一位的座号 跟呢 第二位的座号来做个表格 第二位的座号 然后呢 他们分别有多少的这个什么呢 方法数 就是他们的样本点 样本点 用这样的方式来厘清一下的话 那么如果呢 第一个同学甩出来是一号 那么 这个第二位同学呢 被抽到的有可能是 二到十号都可以 总共呢 就有几个样本点 为什么二到十号都可以 原因很清楚 就是因为 二到十都是一的倍数 所以呢 这样第一个你固定抽一个人 第二个呢 你九个号码 都可以 那最后第三个人呢 当然就是随便配一个 剩下的八个里面随便配一个 那如果今天呢 我们抽到的是二号 那剩下的这个倍数有多少呢 就是所有的偶数的部分嘛 四六八十十二 记得不能再重复取二咯 不是没有到十二 四六八十而已 对不起 好 所以呢 就变成是第一个是一个 但是第二个呢 是剩下四个 那第三个呢 还是八个 这个没有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 三号同学 就如果呢 第一个同学被抽出来是三号的话 那么剩下可以选的呢 就是六跟九了 所以呢 这边就剩下一乘以二 然后剩下最后还是乘以八 好 然后这边呢 继续把它算下来 你看有点烦 但是呢 这个其实就是把它算清楚 如果第一个被抽到的是四号同学的话 那么就是八咯 那这里呢 就乘一乘上一 然后最后呢 还是有八个选择 那如果是五的话 如果是五的话呢 这边就是十 也是一样 一乘以一乘以八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所有的状况加在一起 这个几率啊 这个几率呢 P1呢 我们用这个颜色 P1 就等于呢 样本空间的样本点数 分支事件的样本点数 那样本空间也是一样 有多少个十乘九乘八 这个部分呢 没有变化 那这个事件的样本点呢 就要把这边加起来咯 所以我们算一下 这边呢 九八是七十二 然后呢 四八呢 是三十二 然后这边呢 八二是十六 所以这里加起来刚刚好 可以变成是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呢 最后这里再加上十六 所以是一百三十六 好 一百三十六呢 我们应该可以跟这边来做一个约分的动作 ok 所以呢 同除以八的结果 ok 这个同除以八 这边乘以八的的话呢 应该是十七 ok 这里是十七 因为除完呢 是 这边是十七的部分 然后 这里呢 基本上就不能再约了 所以呢 你算出来的几率就是 九十分之十七 ok 九十分之十七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呢 他问说 三位同学的座号和为九的几率是多少 也是一样 重点是什么 把样本这个空间呢 把它给它算清楚 那三位同学的座号和为九 我们就想一下有哪些类型呢 可以是座号和是九的 所以呢 我们要看一下有哪些类型 以及呢 它的方法数 它的方法数 举例来说呢 我们知道有一种是什么 这个 126 ok 126 三个人号码都要不一样哦 所以呢 从 我们就从小的开始看 126 然后接下来呢 可以是135 那再来没有办法 144嘛 所以就要2了 那2就剩下234 然后没有333 所以基本上呢 就是这三种状况 那记得 这三种状况呢 都还有什么 就是彼此之间可以排列的情形 所以呢 这三个东西还可以 有三接种的 你第一个抽到的人是谁 第二个人抽到的人是谁 第三个抽到的人是谁 有可能是原本是1号2号6号 有可能是2号1号6号 有可能是6号2号1号 都有可能 所以方法数呢 都是三接种 ok 所以呢 我们所有的这个 几率的状况 这种座号和 为9的几率的状况呢 就会等于呢 也是10乘9乘8 也就是720 分之呢 这边是三接 然后乘上3 也就是呢 6乘3 所以是18 那720 分之这个18呢 我们就同除以什么 18嘛 对不对 同除以18 那这边呢 除以18的结果就是40 所以呢 就变成是40分之1 ok 所以三位同学 做到和为9的几率 就是40分之1了 总之 这几个题目呢 在算几率的过程当中 都是应用到古典几率的这个内容 但是最重要的是呢 它比较复杂的是在于 我们要把样本点呢 去搞清楚它的内涵是什么 所以遇到这样的状况 请不要心急 就是好好的把样本点的内容写出来 拜拜